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在神面前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通过今天的崇拜会 我们希望祈祷 我们的神能够回答 我们所有的祈祷的题目 也让我们充满圣灵 通过今天长老所读的经文 我想要分享的题目 就是圣灵在救赎历史中的工作 我们的教会刚刚庆祝 我们讲的收割节在上周日 在旧约收割节 是神吩咐信徒必须遵守的 要有神圣的崇拜会在他面前 虽然我们崇拜 我们纪念这个收割节 不是跟西伯来的日理一模一样的一日 可是我们以意识上遵守 那这个收割节跟五旬节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一个发生 那五旬节就是圣灵降在世人的心中的这一天 这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而且升天之后发生的 为了纪念这个五旬节 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仔细地想一想 就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如何呢 那圣灵的工作是在圣经什么时候 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圣灵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临到人的心中 是不是就是在五旬节呢 就是刚才在使徒行传二章 当耶稣升天 他们等待 又在等待 等待耶稣升天后的第五十天 因为耶稣在世上 他复活后呢 在世上待了四十天 第四十天他升天 升天后又在等了额外的十天 一共五十天 那圣灵就降临了 请问这是不是第一次 圣灵来临到人类的心中呢 我看有人在摇头 有没有任何人点头呢 说这是圣灵第一次来临 让我们先理解一下 在圣经里面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因为在圣经里面 从创世纪一章 一直到圣经的尾端 一直都有圣灵的工作在工作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怎么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神就是灵 神就是圣灵 神是灵 神是圣灵 圣灵就指的就是神 也就是神的灵 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 当神在工作的时候 特别是通过他的子民 或者通过他子民的时候 那他的子民的时候 神的圣灵就在工作 如果你相信圣灵 在你心中工作 请说阿们 有时候我们没有发觉到这一点 可是我非常 这个恳求神能够答应我们 让圣灵在西安教会 圣灵不仅是在我祷告的时候 或我个人跟神的关系 圣灵的工作也是 在我们步道的时候 分享神的话语 在我们工作 在我们读书 在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做工作 侍奉他的时候 都需要有圣灵 在我们心中做着工作 固然的话 我们不能说 我们在做神的工作 所以让我们想一下 圣灵是怎么工作 通过人类的历史 救赎历史 也就是圣经历史 圣灵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讲说这个定词 圣灵 圣灵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 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 一章二节说 地是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神的灵 变形在地的水面上 神的灵 是如阿 在西伯来文 是神的灵 在做 创造世界的工作 是神的灵 在做着工作 是神的灵 说 让他有光 要有光 是神的灵 就在这世界上 浮着 在寻找 这个混沌的黑暗 这个世界里 地上是空虚的 为什么要想这个 因为 神的灵 是希望改造 改变 这个空虚 混沌黑暗的世界 把光带进这世界 所以 当神造亚当的时候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神怎么说呢 他说 他把神的灵 吹进尘土里面 就造了人 这个神的灵 是 在西伯来文 神的灵 也是用 不同的西伯来字 两个定义都一样 两个字呢 都是翻成 灵 或 气 就是灵 气 或风 的意思 所以神怎么造人呢 他先把 他的生气 吹在 人的鼻孔里 那这个尘土 就变成有灵的活人 那约伯书 三十三章四节 告诉我们 神的灵 是造我们的 神的灵 给我们生命 所以 是神的灵 创造我们 是神的气 使我们得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从神的灵 赐的 那在很多 不一样的 这个圣经 翻译里面呢 他们可以 理解这成 神的灵呢 或我们讲 创造者万军 是耶和华的灵 是赐我们生命 你有生命吗 那你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呢 是 一个 会报销的生命吗 有效期的生命吗 就是只有在这世上的生命 还是 你有神的灵 赐给你的生命 亚当得到了神的灵 他能够与神同行 他能够与神沟通 交谈 他能够理解 神要什么 亚当能够做 神赐给他的使命 打个比方 他能把所有的创造物 都能启明 神的灵赐他智慧 神的灵赐他理解 当我们得到了神的圣灵 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作 神要赐我们他的智慧 他的推动力 你知道吗 在教会里 侍奉的信徒 做神的工作的信徒 不是因为他们时间 充裕太多了 他们的钱太多了 因为他们无聊 无所事事 通常是最忙的人 才是更努力为神工作 通常是那些 是生病的 健康不良的 才更加的努力 侍奉神 为什么 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吗 我们现在的这个唱诗班 我们的 不同的播放小组 你坐在大位的 你在位在座的 还有这个弹音乐器的 我们为什么来呢 你为什么来教会呢 你是想要跟牧师学习人 这个人为的智慧吗 我可以告白 我没有智慧 我上来的时候 我求圣灵 充满我 所以我才能够正确的 从圣经里 解释神的话语 当你坐在那时 听到的时候 你应该祈祷 神赐你圣灵 所以你能够有神的灵 充满你 所以你才能理解 这道不以一个智慧 或者一种知识 或者一种感觉 而是给我们真正 属灵的力量 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唱歌的话 刚才唱诗班 听起来好像50个人在唱 我相信这是圣灵充满的 如果他们是用自己的声音 在唱的话 我宁可去听 这个歌唱的这些专家 为什么这首歌 使到我们的心感动呢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同样刚才在赞美的小组 可能有更好的打鼓的 弹这个吉他的 弹钢琴的 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教会 崇拜他的这些音乐家 都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有充满圣灵 我不需要再继续 弹到好像牧师 可是我的目的是想解释 圣灵是赐给我们荣耀神的 圣灵使我们能够做神的工作 没有圣灵 你想做神的工作 想做教会的工作 每一次你都会有通往黑暗 就会非常困难做神的工作 一定会有挣扎摩擦 因为你做了这个神的工作 你必须再回去家里去修行 下半天 因为你太累了 可是你充满圣灵 做了神的工作以后 你将充满新的活力 因为你侍奉神了 你把所有的精力 导出来了以后 你会觉得很奇妙的 你觉得更有力量 更有新鲜感 因为这是圣灵在做的工作 这就是亚当的状况 之前在亚当还没犯罪之前的状况 当他有神的灵的时候 可是他拒绝神的灵 当他拒绝服从神的话语 他就拒绝了圣灵 因为耶稣说 我的话语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 亚当得到了神的生命 可是当他拒绝神的话语 他就拒绝神的灵 神的生命 所以死亡开始 在他的生命中开始 这个生存 而且死亡来临 我真的诚恳的希望 你能够好好的相信 如果神的灵在我们心中 更加的充满 或更加的强烈的话 死亡一定能被推出去 黑暗能被 我们的圣灵 推出我们的心门 是神的灵 才能改造 我们心中 成为神说 是好的 是光的 第二 在 我们讲在圣经里 充满着关于圣灵的工作 那我们看一下 以西节 圣殿以西节书 37章 5到10节 这神呢 对于这些枯干的骨头 这些枯干的骨头呢 对这些海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所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无料有响声 有地震 古与古相互相联络 我观看 既然海骨上有筋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没有气息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们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体上 使他们活了 那我们讲气息 这个气息 气息翻呢 就是翻成圣灵 这个气息就是圣灵 这经文我们刚才读了 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 我读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 海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当神的灵 神的气息吹进我们的心中 连我们的肉体都会复原 你相信吗 阿们 如果这些海骨 这就是干枯 干的骨头 已经不仅是死亡的人 是已经死了 骨头也干了 它不仅是骨头 而是枯干的海骨 骨上没肉的骨 可是这些骨头 能因神的气息 能够再次活起来 那有什么神还不能做的吗 如果你现在经过的困苦 跟苦难或生病 你要相信圣灵的工作 你要追求神的气息吹进你 那神能恢复你的健康 恢复你的灵性的健康 你的肉体上的健康 灵魂跟身体都会健康 第三 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也告诉我们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落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记着住在你们心中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 耶稣的复活是完全因为圣灵 而使他复活 是圣灵 使耶稣复活 如果你能得到同样的圣灵 是圣灵的 你要把死亡拒绝对吗 如果神的灵能够使耶稣基督复活 那我们的身体呢 也变成永恒的身体 这是说Amen的时候 你不说Amen 那我现在说你会得到永生 对吗 这个朽坏的身体会变成永恒的身体 应该说Amen 那就是这朽坏的身体 能变成不朽坏的身体 那我们就会改化 我们就会改变 对吗 变化 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 耶稣来到门徒门 这个 来到门徒门当中 他虽然门是关着 他通过墙 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的意思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死亡中了 过程了 可是不用担心 但愿这平安能够来临到大家 只能通过神的灵 才能得到这平安 耶稣把他的手跟乐旁指给他们看 让他们看 这个用钉子钉过的伤痕 那他怎么说 他再重复 愿你们平安 父子们差遣了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这就是教会开始的这一刻 可是在差遣这些门徒之前 耶稣做什么动作 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然后吹了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在23节 耶稣怎么说 他们得到了圣灵以后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现在耶稣给他们 你这个强大的力量 就是能够原谅 罪恶的力量 不是指对冒犯我的人 他们犯的罪 而是所有人的罪 所以当你原谅 一个人的罪的时候 那个人的罪就被赦免了 这什么意思 耶稣赐给门徒 神的气息的力量 神的圣灵的力量 当圣灵来到罪人的心中 他的罪就自然马上被原谅赦免 这不是你在做原谅的工作 而是你是一个待信人 你是神的使者 当神的话语来连到我们心中 这个话语就会给我们生命 而且把罪恶洗尽 这是通过圣灵的工作 今天你走出教堂 走出教堂之前 求你短短的祷告 神啊把你的灵 生命的灵推进我 把你的生命的灵推进我 而且你要相信 圣灵与你同在 那你这一周来进 这个来了这一周 你要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圣灵 圣灵与你同在 你就是解救者 你就是赦免者 你就是神的使者 你现在打包圣灵呢 施给其他人 你把圣灵带回家 那你做什么呢 那圣灵呢 一定会帮忙你 这一整周的生命和生活 和你一整生 剩下来的这一条命 那那些受到神的灵的人呢 我们讲基督 第一次施这个圣灵的时候 这些门徒其实怀疑的 他们全部都是胆穴的 都在躲起来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可是看到耶稣 收到他的灵之后 圣灵以后 他们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 首先他们完完全全 能够相信神 你来到教会 是不是你相信耶稣 还是因为这是你的习惯 还是因为你是一个 有职位的长老或领导 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你不来 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如果你得到了圣灵 你来教会的目的会不一样 不是因为你应该来教会 这样的习惯 圣灵会让你相信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相信神 你心中有任何的 你觉得疑点 求神 神啊我需要你的圣灵 得到了圣灵了以后 使徒不再害怕了 这些门徒呢 本来躲在锁住的家门后 现在打开了这些锁的门 千千百百的人呢 就是几千人都能够相信耶稣 就是因为这些门徒 现在胆大包天 通过圣灵给了他们勇气 勇敢地把福音传播出去 他们现在 能够传福音 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 而是圣灵赐给他们的力量 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 人在你周遭的都能感觉到 你知道人是有灵体的 对吗 那其他人可能 不能够认得你心中的灵 可是他们能感应到 你心中的灵 那这些相信的人 就是神招的人呢 就是因为接触到你 他们会相信你传的福音 你心中会有快乐 喜悦涌出来 是毫无理由应该快乐喜悦的 可是当你有圣灵 你就会快乐喜悦 当你有圣灵的时候 你就能有爱心 当你有圣灵的时候 你就有感恩 可是 当你收圣灵的时候 接受圣灵的时候 跟充满圣灵 是两个不一样的阶层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大家都已经得到了圣灵 可是圣灵有充满你吗 圣灵没有充满你 有什么样的记号呢 就是你的心情 你的生活上下上下上下不安 就是好像一个便宜的电池 在你的生命里面 很快呢 就没电了 生命中没有感谢 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 首先第一样事情 就会有真 真诚的感谢 会从心中溢出来 可是当我们没有 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呢 就没有感恩 我来教会是要逼自己来 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 来到神的话语前面 我们是充满感恩 而且是非常兴奋的 我们迫不及待想听神的话语 可是当我们没有 我们哭干了 圣灵已经溢出泄出去了 那来到教会呢 就是我最困难的事情 就变成我的一个折腾 那我真的希望 我们的教会能充满圣灵 不仅是跟我们的 跟神的关系 跟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一样 不仅是坐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充满圣灵 在家庭也充满圣灵 也在学校充满圣灵 在事业充满圣灵 不仅是在健康和万事如意的时候 而是在苦难困难 有经济困难或生病的时候 但愿我们也是能充满圣灵 这个我相信 我没有再能鼓励你更高尚的 更好的一个目标 你能够得到最好的 就是圣灵 还有在约尔书二章28到29节 就是在世界末时的信徒 怎么说呢 这个是约尔书二章2829节 以后我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那些日子我将把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我相信我们就在这时期 就在这时代 但愿神的灵就在这时代 能够浇灌在你心中 那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充满神的圣灵呢 随时随刻的充满圣情 就是要做一个 我们说乐观的人吗 这没有效 你跟我都试过了 我们很想感谢神的时候 我们逼自己感谢神 可是在我们的心中深处 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感恩 是真诚的 我们不能逼自己 充满圣灵 圣灵呢 充满我们 要怎么样充满呢 首先 我们需要得到圣灵的施洗 所以 使到我们跟神隔离 最终怎么得到圣灵呢 我们需要渴望有圣灵 我们需要寻找圣灵 圣经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说 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所听到的人身上 我试过这一点 很久以前 我也看过很多人这么试过说 当你来到这个某某教会 那有人为你把手按在你头上祷告 你就能得到圣灵 你做这个某某事情就得到圣灵 你去这个 这个称颂神的这个 一个活动 你就能得到圣灵 可是这是不对的 没有一个人能自己圣灵 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教会 或某一个活动 不是说你要先做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才能得到圣灵 不是的 圣灵呢 是神 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 这不是一个技巧 也不是一个感情或感觉上 或一个智慧上 你能够理解的 是一个特别跟神的关系 通过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呢 能显现出你有圣灵 打个比方说方言啊 医治他人的奇迹啊 还是什么其他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神在你心中 最重要的是你看圣经 你能理解经文 这个就是圣灵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话语能够突出展出来 让你理解 那些接受神的话语的人 就是接受圣灵 这个是关键 圣灵是通过话语 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 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耶稣的话语 才能施给我们生命 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话语 他的道使我们得灵 他的道使能给我们理解 所以我们怎么充满圣灵呢 你要继续吃属灵的话语 你需要继续的吃神的道 如同我们每一天 一日一日要吃 每日三餐 在世界末时的时候 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将把我的律法 写在你的心上 使徒保罗也在 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到三节也说 神会把他的信 写在我们心中的心板上 我们就是基督的信 也有其他在圣经里的经文 这个神的灵 就是希伯来自如阿出现的 就是在伊甸园 还有在挪亚的洪水之后 整个世界充满了水 洪水 那洪水开始这个干的时候 怎么把它吹干呢 就是神的风 把这个洪水吹干 还有当摩西过红海的时候 神说在圣经里 是从神鼻孔中的气 吹开这个红海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抱怨没食物吃 没肉吃 神的气也吹向东海 把东风用来吹鞍唇 来到以色列的这个营地 在这个世事纪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这些世事 虽然世事是非常软弱 而且充满不同的弱点的人 这些有弱点人 他能变成领导 能够拯救整个国家 因为他们充满神的话语 神的灵 当我们今天开始祷告的时候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工作的同事 请你祷告 神的灵能够通过你施给他们 为我们的主日学学生 为我们的提摩太清少年 我们的伊利亚少年 但愿还有你们大家在座的 神的灵能够来临到你的心中 大家的心中 那神的灵呢 在圣灵里面有不一样的形容词 像打个比方鸽子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 水 圣灵是水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圣灵也是火 以赛亚书四章四节 使徒行传二章 还有圣灵也是风或神的气息 创世纪二章七节 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 还有圣灵也是由 萨摩尔记上十六章十三节 那现在神赐给我们圣灵 是什么目的呢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 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是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凭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 十七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耶稣说 我施这个圣灵给你 做什么 是什么用意呢 你要扩展 你要出去 你要扩展 一直到地基 四面八方 这就是神 赐给 差遣亚当要做的工作 当神 施圣灵给你 他就把你恢复到亚当 在伊甸园犯罪之前 堕落之前的状况 他所 赐给你的命令 就是他赐给亚当的 这个命令 就是 Abat跟Shamar 就是要侍奉神 就是要守护 伊甸园 最重要的 神说 你将做我的见证人 你要 做我的见证 在哪里呢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耶稣的见证 这就是要扩展 神的地匹 神的领土 神的国土 所以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荣幸 能够进入神的天国 神施给我们 圣灵 所以我们能传福音 现在做结论 让我们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五章 二十二二十一 二十二 加拉太书 对不起 五章 二十二二十三 大家都已经背过这个经文了 有些人对吗 我读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不只是一个果实 或两个 或三个 或四个 要所有九个 结的果子 才能够是圣灵 所以现在我想问你 你有这九个 结出圣灵的果子吗 你的果子现在成熟了吗 你有爱心吗 第一个这个状况 是不是就已经不及格了 第一个规格是 仁爱 喜约 有喜约吗 在做神的工作 侍奉神的时候 有喜乐吗 第三 和平 你有和平吗 让我们真正能够享受这个和平 特别在世界上 现在我们教会的座位都空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现在有另外一个新风 又要打仗 有饥荒 让我们 有神的平安 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国家 我们被四面八方 是一切好像都很有安全感 不 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有主 第四 忍耐 我的耐心 要有耐心 我需要耐心 第五 恩慈 第六 良善 第七 信实 第八 温柔 第九 节制 我们有这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吗 让我们祷告 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力量 仅仅自己人的力量 作证 我连其中九个里面的一颗果子 都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的成熟的结出来 可是圣灵如果在我们心中 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 就完全能够改造 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果子 你要吗 你要圣灵的果子吗 还是只希望步道能够快点结束 如果你有智慧 你说阿们的话 那牧师步道能够快一点 加快速度结束 我们看真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真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成员 没有强缘 强缘 一个没有 我们讲纪律的人 一个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 就是好像没有强 没有成强的一个诚意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缘 我们在学习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 这三次回归的时候 他们首先先 这个新建神的殿 第二他们恢复开始崇拜神 恢复崇拜者的心 正确的心态 第三做的就是建 被毁灭的城墙 城墙建了以后 他们才遵守安息日 我之前说过几次 这个地方的历史很重要 对于我们很重要 因为这些人是从巴比伦 回归的人 在其思路 在世界末时的时候 神吩咐他的选民 要从巴比伦出来 这些是被神拣选 被神救赎的 他们就是剩余的信徒 这些剩余的就是在建 神的殿 也就是恢复崇拜的心态 只有几个 苗苗 无几 只有几个家庭 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 帮忙建城墙 耶路撒冷的城墙 不是很多人建的 就是少中又少的人物 帮忙建 超级的 少数的 剩余的 以色列人帮忙 建这个城墙 这个 就是恢复 Shamar 就是恢复 这个 护手伊甸园的心态 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 是什么呢 节制 要制服自己的心 制服自己的心 就是得到圣灵 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那年 是什么年呢 他们回归建好 城墙 公元前 第几百年 公元前第几年 444年 444年 公元前 这个也就是安息年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点 永恒的安息日呢 也能够被恢复 通过重建神的殿 恢复亚当 我们这些崇拜者 还有要重建城墙 罗马书8章23节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有圣灵节 圣灵初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当我们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我们就在建城墙 建了城墙意思就是 连我们的身体也被救赎 不只是灵跟魂 还有呢 以色拉记四章 十一到十六节 因为不够时间 我请你大家在家里读 就是因为建了城墙呢 城墙在被建的这个过程呢 有人去报约给亚他谢西王 这些人写信给亚他谢西王说 王啊 你要阻止这些犹太人 他们是恶劣的人 他们是造反的一群人 他们建了城墙 就不会再付关税 就是税 所以呢 你要避免他们建城墙 这个声音呢 就是我们的敌人撒旦 说一模一样的话 撒旦也害怕 你就会建城墙 你就会让圣灵 建起心中的城墙 因为城墙一起来 一建起了以后 当这个圣灵的果子结出来 撒旦已经不能控制你跟我了 我们就再也不付罪给撒旦 或者犯罪的代价了 我们不再付这个犯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要什么做呢 我们就要建城墙啊 我们要建城墙 我们必须建城墙 当城墙建完了以后 永恒的安息就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让我们全心全力 努力的 专心的 让我们在信心的路途上 要专心接受圣灵 不仅接受圣灵 还要充满圣灵 让圣灵带领我们 Amen 让我们也为圣灵 所要现在在建的城墙 在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健康 在我们的心态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孩子 那神把这个圣灵的城墙 能够包围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教会 所以撒旦不会有控制 我们的任何机会 可是只有神 神的话语控制我们 让我们祈祷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谢谢你 赐给我们的时间 能够探讨 圣灵工作的重要性 天父啊 我们追求 圣灵能够充满我们 所以每一日 我们走的每一步 都能充满爱 喜悦 平安 忍耐 这些九个 圣灵的结的果子 但愿我们整个生命 都能充满感谢 因为有圣灵同在 去你让你的子民 能够经历 经验 圣灵所带的改变 圣灵所带的医治 在他们的心 在他们的身体 在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的健康 在他们的困难 我们祈求圣灵 能够施给我们 所爱的家庭 不认识基督的家庭成员 我们祈祷 圣灵能够改造他们 能打开他们的眼睛 允许他们 能够与神同行 能够认得神 能够分辨 而且体验到 你的存在 天上我们也求圣灵的 这个 成强能够保护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 这些 主日学的小孩子 所以天父 我们没有你的圣灵 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只能依赖你 求你吃我们 你的圣灵 让我们这个 朽坏的身体 能变成不朽坏的身体 天父 我们祈求你的灵 能够与我们 每一个西安教会的成员 同在 祝福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生意 他们的家庭 天父 我们也寻求 圣灵的墙 能够建好 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 进入永恒的安息 谢谢你的恩分 我祖耶稣基督的圣灵 祈求阿们 让我们感谢神 着门 期待 优优独播剧品